印象京都带你感受季节之美 我们从蓝山竹林出发 坐人力车游走竹海 染上绿色氛围 换上红 让我们一起迷醉在秋天的颜色里 传承400年的异己文化 这次将会透过镜头 以亏他们的神秘生活 穿越时光隧道 最后我们相约在千本鸟居 印象城市带你出走京都 准备踏上这套人文之旅吧 京都在日本 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城 在794年起被定为日本的首都 无论在历史 政治 文化等各方面 它都曾经是日本的核心 时至今日 京都依然是魅力不解 这次的印象之旅 我决定深入了解这个古城 而且要用最接地气的方法 去挖掘它 其实来日本旅行 你可以选择住不同风格的酒店 比如说我们平时住惯的都是一些西式的酒店 你也可以选择住一些合适的温泉酒店 那么我这次定了一间是藏身于这种小巷里的这种小旅馆 那这样子的旅馆呢 通常它可能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我听说啊 而且从网上的记录看到呢 其实是非常的火爆的 这次我选择的Gas House 在京都有多家分店 而且大部分的地点都位于明胜区附近 交通便利 我入住的那一家 距离清水寺不远 欢迎金娃 哈喽 你是高小姐吗 中国人啊 对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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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这两天有什么日程安排吗 我其实主要是来旅行的 来旅行 有什么好介绍吗 给我们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地图介绍 然后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Gas House 然后您可以去这个附近的清水寺 清水寺 可以去逛一逛 非常有名 然后这边有一个八板神社 您也可以走到这边去 然后大概这里有一个超寺 您可以自己去 如果您到清水寺的话 走路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那如果要是说我晚上回来的话 那我能进得来吗 可以的 您的钥匙只有一条 您自己的钥匙可以打开那个门 所以安全方面您可以放心 就是说 你们这里其实是一种半自住式的这种旅馆 对的 office大概是在九点钟到五点结束 然后其他时间 我们都不提供服务 这些请您包含 虽然说是有一些半自住的 但是因为价格很吸引 对 我们的价格都是很便宜 其实我看中的它不只是说价格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到一些很著名的景点 很方便 这个也是让我觉得特别好的 对 好谢谢啊 谢谢 我们这次住的这个guest house呢 是蛮特别的 这是我第一次入住这种半自住式的这种酒店 那里边呢 其实最特别的就是 它好像有一个家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一般家里边的这个微波炉啊 还有这个主食的这个煤气啊 另外呢 它里边也有洗衣机 所以说你自己啊 如果说有一些要换洗的衣服 我可以当天就洗了 那guest house一个很大的特点呢 就是说它每一间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说我们这次入住的这一间呢 到清水寺走路差不多十来分钟就到了 那今年其实最特别的就是 清水寺在明年春天的时候呢 就要关闭 然后进行维修 到时候要到奥运前才会重新开放 所以说我们今年是非常幸运 赶到了一个尾班车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 所以说今年清水寺好像游客特别的多 离开了清水寺 接着我就要出发前往蓝山 见我的老朋友Inobisan了 蓝山从前是平安时代贵族们欣赏红叶 玩耍游船的地方 所以田园和竹林的景色一直保留得很好 至今蓝山也是很多来京都旅客的必经之路 我和Inobisan今天就相约在一片珠海之中 那我今天来到这边呢 是因为我们的老朋友Inobisan呢 他约了我在这个竹林里边 刚才那一路走过来看到很多的那种人力车 穿着和服坐在车上 当然呢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怕冷 然后盖着一个薄薄的毯子 我觉得还不错的 而且呢我来之前我就听说了 当地的这种人力车 不仅是说能带你看到很多的美景 而且他们这边的人力车的车夫 各个都是高达威猛的 这边就有一个 你好吗 你好吗 那我们的老朋友Inobisan 没想到他以这样子一种 那么特殊的方式来这迎接我 难道说你今天 然后你呢 你来拉车吗 大臣 今天我来专门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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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我们专业的车夫 对 这样子我就放心 哇好硬哦 真的好硬哦 大家看到他有专业的人 那这个服装 这样子 OK OK No problem 今天我给他这个竹林 从嵐山的地方 全部案内してもらいます 大丈夫です 元々这个人力车 是日本的移动用手段 但是现在使用了 现在是在游户中心 所以说这个三顿车 还是非常值得做的 那赶快我们来试一下吧 这样走 OK 准备 竹林小路长一百多米 竹的高度遮盖了半边天 我们顺着前方一直走 看似无尽头 一拐弯又是另外一种景色 真是取近通幽 美景总是近代有心人去挖掘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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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很舒服 其实坐这个车 不管是上还是下 包括你坐的过程当中 它服务得很好 然后很人性化 然后在下坡的时候 它会慢慢地 让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危险 你可以很专心地在这边 感受旁边的这些景色 非常好 杜月桥作为蓝山的象征 据说是平安时代836年 整修大雁川时所建 过了上千年 它经历过战乱 洪水等多次的变故 又重新建桥 如今我们看到的杜月桥 是1934年将基础部分 以水泥重新修建的 但为了保留珍贵的遗产风貌 栏杆原料依然使用木材 如果每走一步都算数的话 可以说杜月桥所承载的每一步 都是历史 其实听说这个杜月桥是整个蓝山的一个分界来的 它到底怎么个分法呢 这个杜月桥是 这个杜月桥中心的街 是在这里 这个杜月桥中心的街 这个前方 这个北側是 古代的有名的 佐賀野川 右京区 这个南側是 西京区 前后 那这两边也是在分界吗 这个奥是大尾川 上流 这个杜月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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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 等于说杜月桥是这边的一个 必经之处了 不管是说去前后左右哪个方向 一定会经过这里的 然后所以它把这边的景色 就安排的是最漂亮的 你看这边的颜色 可以说是五颜六色的 就是一个黄 然后有的是橙色 有的是深红色 美丽 京都之秋的太阳下的比较早 才下午四五点就开始天黑了 但我们却幸运的遇上了 关西三大灯会之一 京都阑山花灯路 花灯路在严明五公里的散步小道上 燃起小灯笼 加上五彩缤纷的灯光效果 营造出了梦幻的感觉 人在其中 不由会有莫名的感动 眼睛饱览了阑山美景 是时候出发 满足一下自己的胃口了 一口里 好香哦 其实我们平时吃面 或者说我们在配一些饮料的时候 我们喝过凝茶了凝水了 但你吃过柠檬面吗 其实我今天的这个就是柠檬面 而且它的那个汤是鸡汤 那其实这个就特别对我们女孩子 在人家的胃口 所以我正好今天我也是很饿了 我今天这碗面肯定能吃完的 你这个是什么 依老鼻 这是白白糖馆面 这是最 popular馆面 在这店里的馆面 所以是男资格的很好 那咱们赶快吃不饬吃 赶快试一试吧 所以要做个仪式吗 россия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哇 這個湯好濃喔 還真的是很濃的雞湯味道 那我們今天這個麵呢 選的其實是 一些細麵 我和你的是一樣的 其實你知道嗎 在我們中國啊 也很有這種吃麵的文化 而且呢在中國來說呢 南方和北方吃麵 是不一樣的 有的是手工的 有的是機器鴨的 然後麵的口味 也是個不一樣 有的可能酸一些 有的可能辣一些 那有一些可能是有湯的 還有一些是沒有湯的 所以下次你去中國呢 我帶你去試一試我們中國的麵 很多日本人喜歡吃拉麵食 搭配餃子一起吃 但也有不少京都人 喜歡配米飯來吃 這間店的鐵板炒飯 是人氣單品之一 會在客人面前打上一個雞蛋 與飯拌在一起 立刻滿屋香氣逼人 下一節我要和 尼諾比桑分道揚鑣 他約了日本鼎鼎有名的 懷石料理教父 村田吉洪先生 而我則去了附近的圓山公園 上紅葉 不必要和 不必要與不然 很強盡 下車的雅蛋炒飯 和麵食 一拼在一起 不必要尽量 现在香港卫视 橘乃井是拥有过百年的老店 现在是日本最大 最具代表性的廖亭之一 掌舵人春田吉洪先生 是第三代船人 在他的带领下 橘乃井获得了米之莲三星荣誉 令全球老天们闻名而至 橘乃井的总店位于京都东山区 占地980坪 内有11个独立的客房 一楼每一间客房外都有日式庭院 时刻可以一边欣赏精致的园林风情 一边享用精致的美食 本日有时间 有忙的时间 谢谢 谢谢 本日是村社长 有很多问题 所以请不吝点赞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まず最初にご質問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が ミシュラン三星を維持し続ける この努力の秘訣をお聞かせ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 僕、うちの店は100年続いてますから 伝統を守っていかなきゃ 伝統を守るというのは 革新をし続けることですよね 革新をし続けるということは 新しい料理の提案 新しいことをどんどんやっていく それがミシュランが評価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ことなのかな 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一つご質問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 食材へのこだわり この辺りもぜひお聞かせいただきたい 食材はこれ以上ないという食材を見つけたら その地元へまで行って で、ほんまにそれをどういうところで作られていて 誰が作っているのかを見て その生産者とお友達になるというか 人間関係を作って で、うちはこういう店やから 一番いいものを送ってくださいよと 言って初めていい食材が集まるので それをやらないと その市場に入ってきたものを買うだけでは そりゃあいい食材は集まらないでしょ もう一つご質問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 食材の次はとなるんですけど 料理なんですけど 菊野江さん、村下町にとって 料理のこだわりのポイントを よろしければ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 日本料理、特に京料理は 非常にメッセージ性が高い料理なんで お客さんに食べるもの以外に 体の栄養と心の栄養を同時に与えたいという 作用がありますので 今やったら ほらもう秋終わりましたでしょと もうじき雪が降ってきますよと もっと寒くなっていくので この自分の京都もまた綺麗でしょというような その京都という地方の自慢であったり それから四季の上巻というんですかね それを何とかお客さんに伝えていこうという作用は 絶えずありましたよね そのためには僕はいつも言うてるんですけども 3割が 全体を10としますと レストランというものの全体を10としますと 料理は3 サービスが3 あとの4は空気ですね 空気というのはこういう風にこう 空間の芸術ですから リビングミュージアムという手があるんですよね それからそこそこにそれなりのものが置いてあって それは美術館ではガラスの中ですけども 花瓶でも何でも それがその場所に適切な場所にあって ほんまに花がいけてある それから書も美術館にあってもいいようなものがかかっている 軸もそれなりのものがか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 ここに来るとここ1850年代の部屋ですから ガラスもベコベコでしょ それなりにこう明治時代にタイムスリップしたような 気になってもらえる 如果从清水寺散播到紫园 園山公园是必经之路 这里附近有不少出租和服的店铺 所以放眼望过去 近视各国女生穿着和服洗滋滋的画面 園山公园是春天的赏英名所 沒想到紅葉也這麼漂亮 算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吧 離開了園山公园之後呢 我們是去到了紫园 去到了花界小路 你會覺得不管是說白天啊 還是晚上啊 花界小路會有不一樣的風情 總之那邊是非常的熱鬧 兩邊有很多的茶屋啊 酒吧啊 料亭啊 等等的 那很多當地的人 包括很多的這個各地的遊客 都會到那邊去 那其實我和Yinami-san 就是約在那邊 為什麼呢 因為Yinami-san 特意呢 為我們安排了意記 在那邊的一間酒吧見面 大きに お久しぶりです 大きに ようこそおこしやす 大きに うちのお店はお茶屋バーといいまして 1階には こうカウンターがありまして お客様にお酒楽しんでもらったり 2階は あのお座敷がありまして あの芸舞妓さんの毎夜 あのお座敷遊びなどね あのしてもらって 遊んでもらったりできます 一階文化 由京都開始向外發展 起源可以追溯到 大約17世紀的八板神社 據說 那時参拜八板神社的人很多 附近 逐漸形成了一個商業區 其中有許多 稱為茶屋的店 販賣茶 果子等點心 而在茶屋工作的女服務生 或用歌曲舞蹈來吸引客人 也就是現代所說的 營商手法吧 日子久了 這種手法不斷地推陳出新 例如加入了三位線的演奏 這就是異計文化的雏形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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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知道嗎 如果說按照日本的傳統 據說好像我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 人家一季表演完了之後呢 只會坐在男士的身邊 嗯 所以說我今天是非常的幸運 能夠跟這個兩位異計呢 非常近距離的接觸 那 剛才看過他們的表演了 我覺得真的是一種非常 各種的美態啊 每一個動作都是讓你覺得非常的賞心悅目的 我們剛才看到了 其實兩位異計呢 他們兩個人的這個化妝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看到 這位好像小妹妹 看上去就很小 她的這個嘴唇呢 這個上嘴唇是沒有畫的 這是為什麼 這個上嘴唇 是沒有畫的 這是為什麼 這個上嘴唇 這樣 你能不能教你一個簡單點的動作讓我也能學一學呢 好 其實 这样 我觉得好有女性的美态 现如今 不少上流社会的人 都会在宴会或者聚餐时 特意聘请一计到茶屋 为的只是温热气氛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 茶屋并不单是喝茶的地方 也是喝酒的场所 茶屋并不单是喝茶屋并不单是喝茶的地方 也计算是喝茶屋并不单是喝茶的地方 也计算是喝茶屋并不单是喝茶的地方 它对于和服的图案设计和颜色搭配都极为讲究 日本一直致力于对于古老文化的传承 也正如日本神社是民间信仰的中心 也是日本人的精神头疼 我也入乡随俗到福建道河大社走一圈 大社的历史悠久 据说早在奈良时代已经镇守在此 道河大神作为保佑五股丰收 商业兴盛 家庭安全等 诸多愿望皆能实现之神 所以参拜者众多 其实在全日本有差不多三万间的道河神社 但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福建道河大社 是最出名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一老板 给我们讲一讲 我发现里边其实供奉了有很多的狐狸 你知道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其实我们会觉得狐狸 好像是一个不大吉祥的一个象征 那这边供奉的这个狐狸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日本では狐狸は 神様と人々をつなぐ役割で 人々とのお使い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ね 是这样 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行ってみましょう 很多旅客虽有随俗之心 但对于参拜的礼仪恐怕并不熟悉 所以我也特意请教了 他告诉我说 鸟居是神社的入口 穿过鸟居 要向神轻轻地点头致意 然后在楼门的守水舍洗手漱口 接水 先洗左手 再洗右手 用左手 用左手接水漱口 意思是参拜前要清除身心的污垢 在正殿前 先摇铃 放入箱前 行二拜 二拍手 一拜之礼 就完成了 在福建道河大社呢 我们其实除了拜神之外呢 其实还玩了两个小游戏 一个呢是让你在一个小板上面去画那个湖里 据说是你画的越像 那么你的愿望呢 实现的机会就越大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让你去搬它 据说如果说你试这个石头 它比你想象中的要轻的话呢 那么你的愿望就很大机会就会实现 如果反之的话 恐怕就难一些了 但说真的 这块石头真的好重啊 起源于江户时代的习俗 前来此地许愿的人们 往往会捐款在神社境内 树立一座鸟居来表达对于神明的敬意 使得福建道河大社的范围内 树有数量惊人的大小鸟居 而以千本鸟居之名 闻名日本全国乃至于海外 捐款树立鸟居的单位 包括个人公司 乃至于各地的商会组织 目前现存的鸟居 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年间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 让我也许下新一年的愿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